好 耶 邪之蛋 是邪之蛋耶 我要看 我要看出英格蘭 英格蘭 我看到英格蘭 那個威廉王子 對 好像 好像把我的 把我那個公爵的氣息 透露得太明顯 公爵的氣 因為我想要回路民族 公公的氣息 可是感覺好像很像王子 像Prince我不是很喜歡 對 你想要再稍微的平民化 他想要可以去逛夜市 他想要當公主會不會 公主 但我跟你講你逛夜市 這一件就是很厲害 扣起來是公爵 真的 扣子姐一兩個就夜市 對 你把它拉開看看 然後你裡面如果穿白色那種 吊嘎好不好 就更夜市 但是你扣起來沒有人看到 這樣就是夜市 對 要讓它打開一點 再拉開一點 這樣子夜市 夜市 而且這是草莓 草莓我幫你往前 夜市的耳環 草莓是我的師父很貴的夜市 夜市的耳環 對 夜市 本身有另一半嗎 我本身有 我告訴你這件 不管你穿另一半穿都合適 難得於通穿 可是我另一半他很喜歡開扣子 我怕這個扣子太好開 太好開 有沒有那種可以把它鎖死的 可以可以可以 你把它反穿 你扣子扣後面 又不好撿 對 這個好看 它背後也有一點 你看它背後也是有折皺的設計感 它裡面這個細節 對啊 背後穿也好穿 而且近看它的那個 還有紋路 那個工藝很強 對 我跟你說 現在線上這麼多搞笑的 或是帥的 你都有 真的 我都有是不是 你又帥又搞笑 對 但是這種穿衣風格只有女朋友 你這種身形 就是穿什麼衣服都百搭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這一條衣服的 不是白搭 是白搭 這一件我不隨便推的 我們這裡面乘風很久 這一件我也幫你刷好了 對 這件我也覺得你很順利 你也同意嗎 我真的覺得你非常順利 我跟你講 非常可以把這些駕馭器 可以嗎 我是你的Fans 你可以駕馭任何衣服 我前一天去高雄那個魚缸 吃海鮮好好吃 對 切定區有一個叫星達港 但我今天看到你穿這樣 我覺得你很厲害 我想到一個森達港 森達港 森達港 高雄滿森達港 台北人森達港 你就是敢穿 好 他不敢 他沒有森達港 森達港 沒關係 那就我先穿 好 你先穿 好 那我先刷起來 你穿了下次他就會偷偷 買單 你先講 你身上這件襯衫 其實不難看 對 真的不難看 還不錯對不對 對啊 但是沒有實際穿 可是為什麼就覺得哪裡怪 是不是他比例 不要找到比例 因為穿白的褲子吧 褲子的關係 對 褲子跟鞋子 他穿很合理 合理嗎 褲子不合理 這個如果配寬 是不是好一點 不是 或者是被小CALL的透明殺去 可以喔 對喔 我知道問題 我知道問題在哪裡 還是尾翼的 我覺得森達的臉 比較看起來是理工 理工男的 不是 不是 不行 他們太休閒了 當初會買這個是 就是我有一些場合啊 就是常常會跟一些長輩吃飯 然後呢 或者是主持一些活動 然後你要騙魔術 就是我都會穿襯衫跟西裝 然後後來有一天就覺得 哇 每一次都那個 弄一個小啾啾打領帶 覺得好煩喔 有沒有那種可以讓我 不要這個加一些有的 沒有的 看起來就有正式感 他說欸 有一件就是 有一件就是設計師款 設計師 然後他就是 有那種參考那種 獅子的中毛的那種感覺 氣勢很足 然後我就 充信大發 我就一穿就覺得 欸 因為我本身就白白淨淨的 你們也知道 他說粉紅色的衣服 假如你臉不夠白淨的話 整個人會很髒 就是你感覺臉會髒掉 對對對 所以我就把它穿起來之後就 他說那你這個 平常上街也OK 因為它不是一個 太正式的喔 結果我上街每一次 只要一坐下來跟朋友說 他是幹嘛 你剛剛表演完喔 還是怎麼樣 你現在要帶來一段模仿 是啊 感覺很正式啊 就是你想要的很正式啊 但是我上台之後 反而又顯得有點單薄 它的鮮明度又太高 我發現一次就被記半年 對 有道理 又是這個奶油邊的 奶油絲喔 你奶油絲喔 又來這樣 所以就上一次穿 就已經是很久以前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看 那個港片長大的奶油 這個一定 那個衣櫃裡面 一定要有一件這種 有點小龐克的皮衣 這是它的尺寸吧 這稀稀的帶喔 這好小喔 其實我有一陣子 若其的尺寸 我有一陣子倒三角 這個好像是M 身材倒三角 身材倒三角 對…你喔 我有一陣子 後來放棄因為腰受傷 那時候我一穿 他就說 這件很適合你 因為我的臉是 異正異形 就是粉紅色 剛剛是說 白白淨淨 白白淨淨 太糟了 讓我套給你們 你看他在外面 沒有人要 這樣搭嗎 他很怕沒有人叫他套 一定不搭 但是 還可以啊 OK啊 等一下 有什麼 沒有 有沒有 而且 他一匹馬 是這匹馬 他看起來就是 又有一點 男性的帥性跟陽剛 太小見了啦 這件要給心梅穿啦 你那個應該不能扣吧 這給你穿啦 那時候套完我就說 奇怪 我這個好像離這邊 然後有點遠 我以為是拉這邊 這樣拉這邊可以 但是他的拉鍊是在這邊 哇 足足插了五公分 超遠的 然後他就說 森導 你說到重點 這種衣服沒有人拿來保暖 這種衣服它本身是無袖的 沒有人在那邊把它拉起來 它好看就好看在 我覺得你又是遇到 另外一個心梅 因為這件衣服 明明就是小件的 對啊 太小了嘛 然後它是硬要你買的 那只剩那個尺寸 他還說他好看 你是不是好看他拉不起來 你真的是好客人耶 可是我之前 有更瘦一點 這是女版吧 我拉起來過耶 你是不是買女裝 我覺得好像是女版 還是你們女裝 比較短 那也可以 他不知道套不套進去 你套套看 你一定可以 心梅穿就會比較帥 其實好看耶 好看 好看喔 她們好多喔 那我要耍帥 你看 走半天妳跟我是同個尺寸 真的好看 那不是妳的尺寸 對啊 你如果尺寸 老師我可以問一下 為什麼要戴這個帽子嗎 我想說還沒有眼鏡 就是要比較神秘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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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然 要送給他 紅色的給珞琪 這件就給我 這件很貴耶 那件兩萬多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也是另外一件 這件 你那是唯一的吧 設計師 唯一的吧 唯一的下半身啊 你給我搭啊 好搭 我超級適合去算命 這是唯一的衣服啊 對 我那時候就走進去店裡面 沒有考慮太久 因為我覺得 穿起來就是很 公爵 就是感覺可以當個小外套 又是 走路有一點點 又有設計感 就是有一個造型 妳穿可以啊 妳穿可以耶 攝影間這樣也OK耶 就是會飄會飄的這樣 對 可是有一點 他有點變小孩耶 是 會模仿 對啊喔 有哈利波特 你又戴那個眼鏡 有一個斗篷 幫你換個閃電 真的 他這個 一穿上去怎麼整個人變瘦小 瘦小 小一號耶 因為我這個人是 義大義大 我都是義絲 皮褲大乎小 下面派老師這種皮褲 會不會更適合一點 比較有重量 我更沒有要想跟妳相容 對 妳走妳的 不願意跟我有擦肢 對 但是後來我就穿這件 跟若琪就是打電話嘛 就是約會 我說我先買單喔 然後我就先離開若琪 若琪就跟在我後面 我想說她應該有注意到 我的衣擺 就開始有這種甩動 對 跳動感 她就說 森達妳想說讚美要來了 她就說沒有 她說妳屁股這邊超重 因為妳坐著 妳坐著 就是我整個吃飯的過程 她沒有辦法 是牛洞是不是 她就是整個屁股 一定會壓在這個地方 不能往 不是 你就往後啊 不是 你是公爵 你要往後走 公爵坐下的時候 要吃飯 對啊 我叫桌雞嗎 對啊 而且雞腿 你要甩 黃飛鴻這樣甩 甩 甩這個 甩這個後面往後 所以我每一次吃飯要 對 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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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妳好壽 然後呢 一定要在戶外 然後鴿子就會飛 這樣 這樣 可以 然後鴿子就飛起來 有風的感覺 再來就最後一件 這個是 這件衣服都還OK 這件厲害了 不太會NG吧 這件有兩個款式 價差差了一萬塊 但是我那時候也好奇問店員說 奇怪 前面這件跟這件有什麼差別 為什麼這件多了一萬 他說你仔細看 導播麻煩特寫 最特的時候你會發現 它有雕花 哪裡 哪裡 有啦這裡 它雕花是手指 對 手工的嗎 有看到了 它背面也有 大面積雕花 背面 可是你這時候慢慢拉繞 它是一件全素的夾克 然後那時候 可是距離你三公尺以外 以為你也看不到 他那時候就說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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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ning 拍照會很 對 就是他說只要打了閃光 這個東西是會透出來的 有嗎 所以有一次我就出席了一個 店面的開幕儀式 然後後來每一次的閃光燈 鎂光燈打完之後 回去收到照片 大家就紛紛留言說 你為什麼穿了一件 這麼素的夾克 根本就沒有這張 所以說 完全沒有眼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可是拍照是真的很不明顯 完全拍不出來 另外一件素的是大概五千多 大概是這樣子 的